如以转,令妃找甄嬛帮忙,甄嬛反江亦军,成功逼死令妃成最大赢家。 如以转相信很多观众都在追着看吧,在如以成为皇后之后,乾隆和她就开启了一段虐狗模式,让人看得羡慕不已。 可惜田野就只是田一段时间而已,这段时间是如以的巅峰期,随后她的幸福生活就如悬崖式的往下滑,首先是魏燕婉出招了。 魏燕婉对如意的恨在很多观众看来有点莫名其妙,明明是自己自作聪明服用的避孕药,如意也多次提醒她不要喝了。 可魏燕婉的神思维还是认为如意不告诉她真相就是对她有防范之心,就是要害她,所以魏燕婉就开启了报复模式。 要报复已经是皇后的如意那自己必须也要有很高的位分,所以在乾隆南群时魏燕婉结了太后的胡,以一曲舞蹈获得了一个令妃的称号,之后更是不断设计让帝后之间的感情出现裂痕。 韩香剑的出现是帝后离心最大的导火索,如意虽然只是个背锅的,可在魏燕婉的挑拨下乾隆还是认为如意就是害韩香剑的真凶,全部都只是因为如意闪堵。 这两人的裂痕越来越大,最后如意和乾隆终于事情断,如意也在冷宫中自尽。 在如意伺候令妃迅速掌控了后宫大权,让其他妃子感怒而不感言。 在最后以海兰和韩香剑为首的道令联盟终于获得了成功,他们暗中搜集了令妃的所有罪证交给了乾隆。 乾隆看着这些罪证沉默不语,只是先将令妃禁足于宫中,他自己跑到太后甄嬛那听意见。 乾隆把事情告诉了甄嬛,甄嬛思考了良久说了句,是该到了收拾他的时候了。 甄嬛不是上一届公斗最大的赢家,在乾隆早期为了能掌控后宫还安插了好几个妃子在乾隆身边,可惜都没有什么作为。 当初令妃害死淑妃的手段甄嬛也看在眼里,可以说令妃所有做的一切,包括对如意的种种恶行都逃不过甄嬛的眼,只是甄嬛已经吃了在躲后宫大权的心,所有财人由令妃胡作妃为。 如今乾隆来问,甄嬛适当地给出意见也是无可厚非。 其实甄嬛明白在这后宫中不是谁当上皇后谁就是最后的赢家,甄嬛一辈子没做过皇后,最后也还是做到了太后的位置。 在经过前期的争权之后甄嬛就沉寂了,因为她知道只有活的酒才算是真正的赢。